寻常的技能已经无法允致抗衡 必须激发我的极限 黄金圣龙 黄金圣龙 蓝殿霸王龙已经是顶级兽的魂 而黄金圣龙 离这血脉更为精纯 龙是魂兽十足 黄金圣龙这一身龙银 让在场所有兽魂时的武魂 都忍不住要俯首成臣 是来客学院创始人 黄金铁三角武魂融合 才能使出的黄金圣龙 而贝贝一人就能实现 这孩子的天赋 无与伦比 霸王 黄金圣龙 黄金圣龙 来吧 你能扛住我等级更高的黄金封衣 也算不容易了 但除此之外 你还是无法获胜的 是吗 不用管我 臣现在跟着他 醉餐中的妖灵 黄金之路 胜利 不是靠我一人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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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胸围太高 黄金正路封不住他 叶无情毕竟是最强魂王 恢复速度远超常人 雨昊 你的魂力都快透支了 也不能辜负 大师兄的付出 雨昊 你胸围不够 强行动有内招 对你的伤害非常大 这场胜利 我必须守住 这股气息 不对 这不是人类该有的气息 凶手 这是凶兽的气息 选玉手 你魂力不足 伤不到 冰黄 直弄 狗蛋 你伤不到你 但是可以让你平常失败 玉昊 此子不能留 霍玉昊叶无情调出比赛台 出局 就是 施莱克赢了 我宣布 本场比赛获胜者是 武功 小心 最终 最终还是要我来终结比赛呀 想体面的话 就自己下台 刚刚的五魂融合计 也耗尽你的魂力了吧 你现在什么魂技都使不出来了 是我们大爷 谁告诉你 没有魂技 就不能击坏你的 没有魂技 是 有没有魂技 有没有魂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的直系弟子不都是姓唐的吗 史莱克能派的只有预备队 预备队还被打残了 小心 说吧 你是十大凶兽哪一个化身成人 混进星罗帝国参加精英赛 是何举心 林学姐 我会出场 一个残阵 还想赢我们长宁学院 祖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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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无情 五魂黄金夜 五十八级强攻系战魂式 上届大赛 他就已经作为正选队员出场了 请双方同时按下赛制抽签按钮 请双方同时按钮 请双方同时按钮 起来通过尊学院 对正天学院 二二三站号 二二三 这是赛前分析中对我们最不利的一种出秤结果 正天学院最大优势就是拥有三位魂王 他们必定会在每个回合里都判出一位魂王作陣 一个个击破的战术 在三个回合里 形成对史莱克的绝对压制 没抽到团战 我们是不是要输了 孩子们 我知道这可能对你们过于苛刻 但作为带队老师 我不甘心就算放弃 我就说嘛 以周老师的性格 怎么会轻易认输 不错 无战而逃 我们就不配是史莱克学院的一员 周老师 我们愿意出战 我们愿意出战 好 你们都是好样的 听我安排 第一战 徐三十 江南南 你们出战 好耶 周老师 之前不是说过 徐学长跟大师兄联手 才能爆发最强战地吗 如果对面只有一个魂王 我们可以这样安排战术 但对方有三名魂王 就必须做出调整的 除了队长叶无情 与孟迪 五十三级强弓戏战魂石 唐霄泪 五十二级强弓戏气魂石 二二三之战 这两人不会出现在同一队伍中 这样做无论输赢 都少了一张底牌 有请第一场比赛 双方选手当场 如果我是正天学院领队 一定会派实力排第二的 余孟迪出战第一场 既先生夺人 又保留了足够的底牌 周老师 你预料得真准 正天学院 宇孟迪 杨一凡 是莱克学院 徐三十 他是江南呢 那个杨一凡 应该是闽宫系混事 比赛时 会协助宇孟迪发起攻击 周老师 您这么笃定 对面会让宇孟迪来当主攻手 当然 因为他拥有当时最顶级的舞会 比赛 比赛 海神 看看天使 天使 天使 他的武魂 双翼天使 是顶级兽武魂 先天满魂力二十级 素以超强攻击力著称 万年前 震撼整座大陆的那场战争中 海神唐三所面对的两大神奇之一 就是天使神千刃血 神圣双剑 圣要十五百 剑王 玄冥智慧 怎么料到你会有这招 这招对杨一帆没用的 这家伙的速度 连我这个魂魂都自弹不弱 小心 奶奶 他们真正的目标是江南南 这速度好恐怖 你的对手是我 奶奶 先带你心里自己吧 烦死了 滚啊 血脉绝醒吗 钟老师 您知道 普通玄冥龟品质上是比不上蓝点霸王龙的 他既然跟你并称外怨双子星 武魂肯定不普通 我在古迹上了解过 玄冥龟武魂似乎通过某种遗事可以觉醒 我们七个人里面 如果说有人的武魂能够和小师弟的极致武魂相比 那就是三十了 不过他的武魂处于封印状态 没有足够强的刺激 无法突破封印 刚刚为了救奶奶 暂时突破了封印 大师兄 徐学长这武魂究竟是什么 封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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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難道他一世 沒錯 能夠與我媲美的神獸血脈 神獸玄武 為什麼為了救南南井徐學長能突破封印啊 這也是一段孽緣 似乎三十玄武血脈覺醒的儀式 跟南南有關 小心 證明玄冥歸魂師爆發中的戰鬥力確實強悍 但與孟迪可是擁有天使武魂的魂王 即是一疑第二的神卷在握 天使 天使 與孟迪的魂力爆漲了一倍 你還好嗎 還好 我說過 我會保護你的嗎 天使 他要發出最強一擊了 南南 抱歉 這一招 我只能抵擋三秒 夠了 玄冥陣 玄冥敦 玄冥敦 玄冥之力 熊懷 徐三十這一擊的威力 也達到萬年魂記的疾病了 龍之手 玄冥個 怪ний 頂到萬年魂 人 怎么会 三秒的无地精深 足以让江南的精深施展游记了 要不 我们 人了 二三之战 第一战 胜者 史莱克学院 三十来自一个拥有神兽血脉的影视统员 可惜他现在不是通过仪式觉醒 而是因强烈的情绪波动 暂时突破封印 觉醒是暂时的 而且要很长时间恢复 下一场循环赛 肯定不能出战 奶奶 你先送三十回去休息 徐学长好像伤得很重 第一场 我们赢了 还淘汰了对方实力第二的魂王 占据比赛主动权 菜头 萧萧 第二场你们两个上 有请第二场比赛 双方写手登场 正天学院 唐萧磊 血狼 史莱克学院 和菜头 萧萧 他们把最强的 留到了最后 比赛 开始 去 下临了 好 要兩關大魂虛 那個蕭蕭 上場比賽還是六環魂定 恐怕霍宇浩的六個十萬名魂魂也有問題 去把護國斗羅陳剛叫來 是 正天水源派出的選手魂魂等級 實力完全滅壓世萊克的兩名選手 世萊克有什麼力氣出戰 第二期嘛 蛤 抄去魂島炮 史萊克學院魂島系居然研發出了魂島式單兵最強攻擊武器 又把握挑戰 東兵最強的 在這裏